今集《曼德拉喉應》專輯282 會為大家分享一節耳熟能長的聖經經文 極可能是發生了曼德拉喉應 首先,考考大家 聖經當中曾用過哪些形容詞 形容神的神聖呢? 現在有五秒的時間,讓大家去回憶一下 相信大家亦能輕易說出幾個形容詞 例如永生的神,身淵的神,公義的神,忌邪的神,以及全能的神等等 然而,現今的現實 聖經當中卻出現了一個形容神的暫身形容詞 並且無獨有偶地,竟然與早前出現曼德拉喉應的經文 盡知,有著微妙的關係 大家請看看以下的經文 羅馬書16章27節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讀一全字的神,直到永遠,阿門 大家的記憶當中 可能在研讀羅馬書的時候讀過全字的神這個形容詞呢? 如果從未見過 而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這個形容詞的弟兄姊妹,請舉手 好,可以放下手 倘若你早前已經知道,聖經曾經以全字的神去形容神的屬性 覺得不足為奇怪的話,請舉手 從兩次舉手的景象,相信弟兄姊妹不難理解 這個全字的神對我們來說,是亦之陌生的形容 請不要忘記,任何牧師在多年前 已經透過加序訊息分享過羅馬書 但是剛才的舉手調查當中,顯而易見 忠然在對當中,有不少肢體已經聽完整卷羅馬書的教導 他是沒有舉手表示曾經聽聞過全字的神 奇怪嗎? 若在聖經當中以全字的神作搜尋的話 全本聖經裡,只能夠在羅馬書最後一章最後一節 找到全字的神的形容 其他搜尋結果,都會顯示另一個為人熟悉的全能的神的字眼 羅馬書是由使徒保羅撰寫給當時羅馬教會的書信 亦是新約聖經當中非常著名的經卷 當中有極多常被引用為根據的經文 例如,羅馬書六章八節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要愛神的人得益處,就事安他此以被召的人 羅馬書十章十節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清移,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羅馬書十二章二節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要你們測驗我為神的善良,順存,可喜悅的旨意 以上的根據,簡單握要地描寫出新約基督徒 如何值著信心得著救人,以及值著心意更新,為神作見證 但是充滿經典金句的經卷當中 為何大家卻沒有見過全治的神這個形容的記憶呢? 接著讓我們看看不同中文的譯本 嘗試了解不同版本的記錄 《傳統和合本聖經》 竟以翻譯為《全治的神》 1988年出版的《新標點和合本》 經文都沒有改動,同樣翻譯為《全治的神》 至少接近200年前,即是1823年馬里順版本的《神天聖書》 竟文翻譯為《獨治神》 或是更早的《1704年白日升譯本》 同樣翻譯為《獨治神》 從以上各個版本可以看到 現今的現實當中 原來這一節經文 早已與智慧一致,有著物不可分的關係 並且不單單是限於中文聖經 其實英文聖經亦都出現了相關改動 首先我們看看英文音平本的譯法 然後是新國際版譯本 兩個譯法都是以 only wise 來到形容神 原文是strong number 4680 是指道有技巧、聰明、有經驗、有智慧的意思 同時亦是凡指道和智慧相關的形容 若是以strong number 4680 作搜尋 在《新約聖經》當中共有22個結果 全部都是解作聰明、有智慧的意思 但只有羅馬書16章27節是譯作中文全治 從以上兩個英文版本可以看到 不單單是中文譯本以智慧去形容神的屬性 甚至連英文譯本也同樣出現了全治的形容 當使用Google Trends 谷歌趨勢去搜尋全治的神 我們會發現 這個詞匯在Google的搜尋記錄實在是太少 導致無法顯示結果 如果將之對比全能的神 更是顯示出明顯的差別 搜尋全能的神明顯是多出很多倍 圖中紅色線是搜尋全治的神的紀錄 大家可以看到數據一直是接近零 意思是只有極少數的人在Google搜尋全治的神 相反藍色線是搜尋全能的神的紀錄 明顯比搜尋全治的神的紀錄是多很多倍 正如過去很多聖經被改動的曼德拉後應個案 今次在中文聖經出現《全治的神》 極可能同樣是神與身父教會的溝通方式 並且對這個世代作出提醒 我們先看看這節經文的前文後理 羅馬書十六章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唯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 並照永古隱藏不然的奧備 堅固你們的心 者奧備如今顯明出來 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令 直中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文 使他們信服真道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於獨一全治的神 直到永遠阿門 從這三節經文 不能看到是神對末後身父石安教會所講的說話 當中永古隱藏不然的奧備 豈不是正正印證現在石安教會所分享的2012信息嗎? 對石安的大兄姊妹而言 二十五節所描繪的 就是由於牧師不斷以一個接一個的共同信息解謎 堅固了石安教會每位大兄姊妹的心 至於二十六節的警方 正好形容2012信息所分享 《Oracle》神語給啟示 讓萬國的文 都因爲這些千古奧備的歧視前來就光 使他們信服真道 故此每段出現《全治的神》 其實是進一步確立了 神超乎萬有之上的智慧 同時提示我們 不必要認識神各種智慧行事的策略 正如2012信息當中各種不同的經濟、逃難、健康教導 絕對是神的智慧臨到在日華牧師身上 才能使世人認識到神全智全能的一面 並且學習到以智慧行事 非常明顯 《羅馬書》十六章二十七節 的確是發生了曼德拉喉刑 而且再次成為2012信息的奇妙印證